ICU裡面牆就回來 然後醫生看著我 就是那種欲言又止的感覺 一當兩天之後 他就跟我講 你這麼年輕 這輩子的身體已經毀了 這輩子都可能 永遠都不可能 像一個正常人這樣生活 我的眼淚就掉了 如果時光能倒流的話 你還喝嗎 我不會喝 我還會喝 今天坐在我對面的兄弟 沒有夠花一毛錢 而且花了我不少錢 他是第一個靠情商征服我的 兒子不斷征服了我 他對圈子也口味特別好 小柯94年 做餐飲行業 年輸入過千萬 你是怎麼做的 你的履歷拿給講一下 我覺得對餐飲的結緣 還是因為從 2012年開始就是送外賣 自己做了外賣訂單平臺 然後做了兩年 最高峰的時候 一天大概外賣的訂單 自己平臺訂單 一天有一萬單 大學的時候 兩年賺兩百多萬 然後後面被美團合併了 被美團合併了之後 在美團 當時那個公司叫什麼 叫想吃 百度可以查到嗎 微信裡面應該還收到 叫想吃 多少錢收到美團 當時美團 也不是花錢收我 就是美團有個 就是類似於他們的城市 總經理 過來跟我聊 就把我整個業務避進去了 然後就是讓我在我的平臺裡面 去推廣美團 然後再幫美團去做宣傳 然後我整個團隊全部進入美團 大概有70個的起手 說因為每個需要都有一些貧困生 那我就把需要的所有的貧困生 集合在一起 組建了一個物流團隊 然後幫美團送外賣 然後做了一年 應該我在美團整個連續三個月 我的業績都是第一 業績第一 然後美團說你沒畢業 你連畢業生都沒有 你不能做晉升 你也不能升職 那後來我就說 那我就離職了 後來我離職就出去 自己又做了一個公司 專門做阿里巴巴的 就當時阿里也開始做外賣了 阿里跟支付寶 一起合資做了一個外賣平臺 叫陶點點 那我就成為陶點點的服務商 然後組建了三個人的一個團隊 然後一直擴到100多的銷售團隊 做了兩年多 從2014年做到2016年 兩年賺了有1000多萬 我當時做全國連鎖的 什麼肯德基麥當勞 外博家 新白露等等 一線的那種大品牌 都是我在服務的 然後後來整個病給餓了之後 就不允許阿里再做外賣了 然後我阿里的頭後 頭後的投資部找到我 然後問我願不願意加入 就是阿里去做整個 阿里的一個運營管理 2016年5月份 進入到阿里巴巴的淘寶外賣 然後負責整個淘寶外賣的一個運營 當時應該阿里 整個300萬的那個外賣的一些商家 全部是我在管理運營的 做了一年 當時為什麼後來在阿里待了一年 又為什麼出來了 因為我看了當時阿里的整個生態鏈 有個叫保存電商上市了 我覺得出現了電商之後 又出現了代運營公司上市 因為餐飲也是一個萬億級的市場 有沒有可能會出來一個 代運營公司是專門上市的 那基於保存的一個對標 所以當時就跟老闆提了禮子 老闆也留了我三次 反正就後面我決定還是自己創業 然後後來2017年5月份 然後正式從阿里禮子出來 現在就做了自己的公司 叫相撲 做外賣的一個整個運營管理 我應該是整個全國第一批 做外賣代運營的 美團餓了嗎 整個外賣的代運營端口 以及整個服務市場的開始 都是我去談的 所以靠這個時代紅利 也露了一筆是吧 對 所以說從17年 18年19年 這三年 我應該是全國做外賣代運營 我應該算比較頭部了 當時也嘛 相撲 相撲 我覺得那個時候真的采動了封口 因為我是第一批 入了美團跟餓了嗎 代運營的 我覺得你們很多人 沒搞到那件事 財務真的是有封口的 就像當年我做電商 基本上我是2004年開始做電商的 我第一個淘寶店 注册在2005年11月份 那個時候真的是躺起來 東西供上去沒有任何 就他們很難理解 就沒有任何付費推广什麼的 你只要登上去就能賣 產品差不多就掙錢 其實我覺得我的低統計 應該算大學震的 大學我那個外賣天堂平台 我震的也蠻多的 大家大學的時候 大家點外賣怎麼點 都打電話點的是不是 那我那個時候已經開發了一個 就是做了一個軟件 直接你在微信裡面 關注了我那個公眾號 我那個平台裡面 直接可以留言 就是你想吃什麼 然後你可以直接點 就跟現在美團 餓了我們APP一模一樣 然後做了這麼個東西 那個時候就是每天 整個學校附近大概有個 一天有大概有 將近最少有5000個人 高峰期的時候 一天有1萬人點我的訂單 基本上一個訂單 我能賺1塊錢 所以那裡我每天 我可以賺5千到1萬 那就是我大一大二 大三這麼一路過來 所以那個平台是我真的低統計 哪個大學 就是萬象 杭州萬象 大專 學校不好 學校不好 但是那個時候真的是 比較風光的 雖然說我是個外賣小哥 我帶在學校裡面 最窮的一幫人送外賣 因為他們都平衡生嘛 學校人有跟著你到今天了 有 有個一兩個跟著我到今天了 你現在主要做什麼業務 現在我的營利主要還是靠品牌 複化 我去年做了一個單子 是做杭州傳統的一個老面館 它在杭州大概開了12年 然後我把這個12年的一個老面館 叫劉芳 幫它從三五家店 複化到現在已經有200家店了 然後這個單子差不多 我服務了一年時間 差不多賺了有一千萬 你為什麼可以服務它 做到這麼大的 因為其實從17年到20年的過程中 我們公司線上整個服務運營了 大概有10萬家門店 我們公司沉澱了 整個線上的運營管理邏輯 然後線下的一些 整個督導營運體系 也全部建立了 包括我們公司也有 整個品牌的一個招商體系 以及供應鏈整個研發體系 全部都健全了 如果你現在公司缺招商 我招商有公司有招商體系 你現在公司缺線上的一些 運營服務管理 我公司也有美團 饿了嗎 大王點評 小紅書 包括抖音整個運 服務怎麼做 我們幫助訂單量 我們都可以給他做 那第三個 比如說你不懂整個品牌的策劃 營銷定位 我們公司也有整套BSI 可以幫你來做 就是相當於你們做了什麼業務 這個品牌做的很多 說它有10家電20家電 對 但是老闆做不大 你們來做的服務商對吧 對 其實我們就是幫助老闆去做複製 就是你把0到1的模型打透了 做得很好的這樣的老闆 我們可以幫你把0到1 做好的這個模型 去複製成100個 200個300個 那你的篩選標準是什麼樣的 我們篩選的標準 首先第一點你這個老闆 你自己的原型店 你已經是肯定是要盈利的 而且至少在盈利5年以上 這是必須的 第二點你的產品的複購率 肯定是要高的 你不能今天吃完之後 你的產品就沒人會來吃了 第三點是 基於你整個產品 厚處的標準化要強 因為如果今天你給我了一個 豆腐鯨魚湯 我再怎麼想給你做 我也做不了 因為你這個產品是非標的 那我們要評判過你這個產品 能否做成標準化 如果你滿足這以上的三點 那我覺得我們公司 可以來給你做放大 小柯沒有給我付一毛錢 但是我真的想推薦一個 你知道為什麼 我認為他是真的一個 真正力上的江湖兒女 很仗義 在杭州圈子特別混得開 吃得開 我跟我所有的朋友都很認得 就是他能狠到什麼程度 你倒數給大家看一看 就是糖尿病非常非常嚴重 第一次見面是一番笨牛逼 你看 就一套你知道吧 你看血糖 我說這玩意挺好的 給我愛一個 後來我知道是植物體內的 嚴重到這種程度 我覺得小柯這是你最牛逼的地方 也是你最失敗的地方 你郭嫂子不能體力全部透視了 所以有的時候坐在你對面 我特別怕你死掉 嗯 真的 我覺得這應該是你買過最大的焦點 我給你一個建議 快樂工作快樂生活 一定要保持良好的體力 良好的身體 不要讓自己處於關係 大於事業的這麼一個帝國 大家都認識很多大哥 但是憑到我這種程度 我覺得真的有點過 他哥的版本是什麼 聯合三天最後一天中正 差點就走掉了 對 ICU 搶救 搶救了八小時 這麼年輕 100斤的身材 坐在你對面 隨時 臉刷牌刷牌 哥我嘎吻 這種人你不可能不幫 真的是有強大融而被淋 其實你知道為什麼我會這麼努力地去搞這些關係嗎 但其實在2017年的時候 我剛從二里出來創業其實沒什麼關係 當我想去融資的時候 資本已經殺進來幹外賣代孕了 整個行業裡面拿到風頭 拿到融資的代孕公司 將近有十幾個 但是我發現身邊這些融到資的這些人 都是有資源有關係有背景 那個時候的我其實剛從二里出來 還是有遠大報復的 想做個上市公司 想對表保存 想努力去衝去幹 但我發現人家幹的比我晚 業績幹的比我差 什麼都沒有我好的時候 但人家通過融資一直在擴張 一直在複製 一直在裂變 那時候我就開始懷疑我自己了 包括我跟團隊的人講 我說我也在融資 我也馬上融到資了 其實走了無數個資本 去跟無數個資本去聊 但是人家就看你23歲的一個小孩 你出來跟我講你要融資 你出來跟我講你想做代孕的上市公司 人家就有那種疑惑的表情看著你 但其實這個時候 你又得回公司的時候 跟公司的小伙伴講 我已經快融到資了 對吧 公司肯定能拿到錢了 當團隊裡的人 就是靈魂拷問你的時候 老闆我們什麼時候融資能到位 老闆什麼時候我們能夠複製的時候 其實內心挺猛猛的 一直在騙 騙團隊 沒問題 今天我拒絕掉了 這個人要投我們 我說這個沒必要 對吧 我們靠自己行了 那個人投我們 我覺得他的錢給我們太少了 不行不行不行 就是那種 三方這種壓力 一種是來自投資人的無情的拒絕 看都沒怎麼看 跟你了解就走了 第二種可能團隊內部的一些人 不停地在自問你 也不是自問 團隊內部的人在問你 你要怎麼辦 你需要安慰他 給他們希望 然後又要給他們畫饼 然後再來自外部市場上 別人融到錢了 他們迅速地擴張 迅速地裂變 那個階段是內心比較掙扎的 我就會發現自己 是不是應該要去搞關係 其實我在去年得病之前 我平均一週至少喝五次酒 平均七天我至少五天都要喝酒 都要應酬 所以說 其實身體 你的應酬比有效的 我覺得 百分之低來說 百分之三十有效 百分之七十其實在應酬自己 真的 對無效的應酬 真的是這樣 就百分之三十有效 但其實這個事情就持續了四年 吃得最大的虧 就是剛剛你說的這個 其實那天 在醫院裡面 ICU裡面強救回來 病危通知書 讓我簽字 爸媽也沒在 對吧 啥都沒有 就自己 自己一個人簽了 病危通知書的名字簽好 簽完之後 然後醫生看著我 欲言又止的感覺 因為我還很樂觀地以為 ICU裡面強救回來就沒事情了 我還看看他 為什麼這麼看我 就是那種想說話 當兩天之後 他就跟我講 讓我做好心理準備 這輩子可能都要打針了 這輩子都不能吃米飯了 可能每天需要掛一個PPG 因為現在有個人工自動分泌儀器 掛在你身上了 植住在你裡面了 他跟我講 這輩子你都離不開它了 我還很天真地跟他講 我不是搶救過來了嗎 我說怎麼還需要一輩子掛這個東西 然後他說 你這個病是一輩子的 這輩子都可能 永遠都不可能像一個正常人這樣生活 當他跟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重問他 我說什麼 我說你是不是搞錯了 我說你是不是去錯房間了 我連問他了三遍 他說你沒有人跟你講嗎 糖尿病是一輩子的 而且你是重型糖尿病 重症糖尿病 你是不可能能恢復的 你這麼年輕 這輩子的身體已經毀了 而且你可能有併發症 你ICU搶救過來的原因就是 同中毒的併發症 最嚴重的一種併發症進來的 如果再搶救 晚三個小時你就死了 如果時光能倒流的話 你也會弄了 我不會喝 我還會喝 其實你這種可能有一點是什麼 原生家庭導致你特別缺乏安全感 所以你總想找依靠 對 是的 這點是真的 所以說那個時候的崩潰是在什麼 當那個人 那護士走出應酷間的時候 我的眼淚就掉了 就是我覺得這麼多年都沒哭過 找人抱抱都沒有是吧 沒有就沒有 你跟我的馬上結論是吧 就那個時候真的就哭了 就感覺 這四年你喝了這麼多酒 吐了這麼多次 對吧 忍受了這麼多委屈 對吧 熬到今天 好不容易公司各方面都好了 慢慢往上走了 結果得了個病 是一輩子的 而且還跟我講有并發症 而且跟我講一輩子要打針 還得要吃一天要吃16顆藥 這個時候 你這整個人生就感覺到特別不公平 從小什麼都沒有 對吧 都要靠自己 還得餓肚子 還得要靠自己照顧自己 去打工 去養活自己 還得交學費 各種被人不理解 對吧 被人嘲笑 被人看不起 好不容易有機會能夠 向上去走的時候 然後得了這麼個病 就特別委屈的那種感覺 就是那種 就那個時候我覺得是 吃過最大的虧吧 跟三個建議一樣 第一你的關係大於你的業務 我覺得你要回味業務本身 就再做得更好的 我是真的感覺就是一兩千萬利潤 沒有必要去整得這麼深 我舉個最好的案例像我一樣 其實你事業到一定程度以後 不會有人幫你的 對 只是你付出的代價不再是喝酒 然後第二是什麼 快樂工作快樂生活 我覺得你要保持一種愉悅的狀態 真的是我跟你在一起 我覺得你是非常非常勤勞的一個人 因為他電話是不離身的 經常吃著吃飯拿著電話去給他業務去了 我覺得你這些東西要拒絕一下 第三個就是馬上吃著孩子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有家庭都不一樣的 雖然我必須 但我覺得你跟他們不一樣 對 我覺得這個就跟你講 就原生家庭的關係蠻大的 對 就是你其實一直搞光 其實就是想找個依靠 有些東西真的要想透露一點 人生不僅僅是賺錢 怎麼說呢 我覺得現在工作就是我全部 因為我覺得現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工作 我也沒什麼圖的 我也沒什麼娛樂就要做的 我也沒有什麼生活 就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啥念想也沒有 就也沒有任何的啥念 也沒有任何的牽掛 也沒有任何的就是那種感情需要去自己 我懂 因為你得病嘛 所以慾望也沒有 對 其實小子的整個創業路程 就是跟我很接近 標準的創業路程 從最開始的時候找到一個風口 莫名其妙撿了很多錢 就我說他們很難理解 就是一二年 外賣基本上只要做的都撿到錢 對 無非是收益少 對吧 對 它是惡魔的瘋狂補貼 對 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中沒有飄掉 安心做業務 然後慢慢的呢 就是在餐飲有了沉澱 有了資金 有的人脈 能找到好巷 然後又抖 然後又切了一個特別新闻的賽道 我覺得這點選的特別重重 我有個死路 我說如果有機會選擇的話 我寧願做鳳梅 我不做基礎 就像我是一個短視頻的公司 我跟誰合作 其實他就決定我的命令 流量賣給誰 如果我賣給基礎 我們獲得兩塊錢 如果我賣給一泡 我只會獲得兩塊錢 這就是本質問題 然後他切了一個什麼賽道 為優秀品牌進行流量負能 幫已經很長的品牌做 我覺得這個做的很高級 所以我覺得小朋友是值得被關注 這是個特別優秀的創業